本节目由印象历史原创出品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经常都跑到老百姓的家里害人性命 还会破坏东西 所以是很让人痛恨的 老百姓想尽办法 想要除掉它 却一直没有得手 正当大家感觉到没有希望的时候 想要带着家眷离开故乡 但是一个救星却来到了大家的身边 这个人是一个壮汉 他说自己愿意拿性命来消灭这个怪物 说的就是要跟对方一同消失 这样就可以让大家都能过上安心的日子 壮汉他就找到年 并跟对方来了一场决斗 最终这个怪物被消灭了 但是壮汉也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百姓们感到十分感动 想要纪念这位壮汉 并庆祝得到了生机 就在这个怪物被杀掉的这天 举行重大活动来进行庆祝 还会燃放鞭炮 贴春帘等 这样就有了一层去除晦气的寓意 一代代传承下来之后 这个日子就成为了春节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过年 说起过年 这是迎接春天的一个重大日子 在二十四节气当中 这是最开始的一个好日子 提起了这个有序列的日子的安排 就得提到一个人 他算是节气的功臣 他就是地摇 从最开始的时候 是他从比较有序的角度出发 进入大自然的规律当中 不断地发现和摸索其中的一些顺序 然后开辟了一番天地 在有关的记载当中 地摇成为了首领之后 他非常的有人德之心 而且胸怀非常的广阔 有着可以包容世间一切的心 并且他有着无成的智慧 看起来是那么的神勇 一开始 地摇命重和离来做观天象和占卜 这方面的工作 在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之后 这两个人就成为比较出色的 天文方面的专家 他们不断地研究其中的奥妙 并把自己所知道的这些知识 都传承给了西河和西仲 如此一来 就会有更多的人知道天象的情况 对于农作方面的事情 地摇让人专门来做好耕种的事情 后来他越发认为 这样的播撒和收成的过程 都是要对时辰和天象有掌握才行 然后他就让负责天文的西河来看天象 依据太阳和月亮的变化 以及自然的变化 来对农耕有一定的把握 方便百姓们可以更好地参与到农作当中 地摇所关注的地方很广泛 他还让西仲到东海的位置去居住 在这里可以看到日出的情况和具体的时辰 这样可以了解到 什么时候是春分 然后让西书在南边的明都里居住 看着太阳挪动的情况 把夏至的日子定下来 再让和重到西面的魅谷里边 看日落的情况 如此一来 秋分也就出来了 最后让和书去北面的幽都里住着 看着太阳从南向北的挪动情况 把冬至也弄清楚了 当把这些事都安排完了之后 地摇表示 周期大概是366天一轮 其余的天数 基本就可以用润月来搞定 所以四季都分好了 这年也就能知道了 本期节目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想要了解更多精彩有趣的故事 请关注印象历史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